大家好 上星期港股在假期因素的情况下 投资情绪也变得比较审慎 除了假期之外 亦是在限电的消息 令很多板块出现比较大的震荡 但在点数上 其实维持在24,000附近 其实也看到有比较明显的支持 最主要我觉得 现在大家都倒注在中美关系 将会慢慢转催乐观的情况下 尤其是慢慢周事件之后 其实对现时中美关系的投资方向上 大家可能会比较正面 但现时在限电的情况下 看到航运、资源类股份 或者零售类股份 其实某程度上 都会有不确定性 要看看明天假期期间 其实在11个黄金周的情况下 旅游的热点会不会再次爆满 但是现时来看消息层面上 其实也没有往事来说 这么多的一个旅客 但是投资情绪 或者是整个大家对股市投入意欲 当然在假期期间不会太过积极了 但是如果看回星期五 因为我们放假期间 美股的表现如何呢 其实看到在星期四的时间 其实美股急跌了五百点 星期五又升回四百九十几点 这样才是打个和 如果你说这样看下去 其实港股在放假前 本身在限电 或者美股急跌 内地急跌的情况下 其实也能够顶到 接近2万4千五楼上的位置 其实有点跌不下的情况下 我相信在下星期 如果消息层面 没有变得负面 情况下 那港股有机会呢 只是试得更高 可能试到2万5或楼上 如果比较理想 其實上二十天線 二萬五千二、二萬五千三 接下來在內地長假期間 其實還有機會可以測試 所以我想在假期之後 其實投資的部署 可能偏向一些科技股份 因為始終看到近期 雖然大家看到美國十年期債息一直扯上去 科技股難免會受壓 但是大家要留意 上一轉大息上的時候 跟現時來說 其實一些普遍中資的科技股份 已經跌了一輪 所以其實現階段 還需不需要再理會債息上升 而科技股有一個售額 我覺得市場方面未必會這樣看 再加上科技股 其實最重要是看著政策面 會不會有多少鬆綁 現階段當然近期 在科技平台的監管 或者相關措施 其實大家都看到好像都出七七八八了 接下來的政策部署 當然不能夠放鬆 但是如果沒有消息 可能市場方面都視為好消息 所以我想下星期 暫時偏向比較理想的辦法 就是科技股份 以及大家要留意著 內地方面的資金 其實黃金周 看看零售銷售方面 會不會再次刺激 到時可能會留下消費率的股份 可能會比較正面 另外就是要看看限電情況 如果限電方面 在周末期間 其實現時來說 沒有再加大限電的力度 或者地點 如果假期期間 也沒有再新增的要點 我想 受限電影響的 之前急跌的股份 好像韓運 或者之前內的股份 可能都有輕微反爛機會出現